接下来进入到节目的下一个环节 加油话题 走过佳春秋 佳佳有话题 手机时代什么都快 走你 练练 怎么了 别一天老出去跟人家应酬了 玩个手机成天给人留言 点赞 投票 怎么现在人员好 情商高有什么用呢 不是 我妈说了 我给你说多交朋友 这样走遍天下不吃亏 然后呢能跟人家好好相处 我觉得情商很重要 不对不对 我跟你讲 智商更重要 智商高 考好大学 出来直接分配好工作 我也看你的智商高不乱乱去 智商很重要 智商很重要 怎么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 到底是情商重要还是智商重要 刘叔叔一家 你们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能够双向发展当然是最好的 但我觉得情商可能更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不管是学业也好 体育也罢 我觉得心态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我能够很坦然地接受成功或失败 所以我觉得情商更重要 有 勇翔呢 你赞同他们的观点吗 确实赞同 因为智商和情商我觉得都重要 但是要选的话还是情商 智商呢 高的学历也好 可能有过硬的业务能力啊 但是情商呢 可以说是接人待物 这些呢都是生存的本领 情商更重要 但是我觉得情商高的人 智商肯定也不能低 这个想法也挺独到啊 场上呢 是一边倒了 觉得情商比较重要 场下是什么观点呢 哥哥姐 阶段性不一样吧 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学业的话 我们不可能情商有什么大的用处 但是两个不能获取 两个都重要 我觉得所谓的 咱们这里所说的智商啊 是不是就是指这个人从事 他自己本身职业或者是专业的天分 那么情商呢 就是指他的为人处事 是不是很多事情 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 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很重要 如果假如你是从事一门技术的啊 那么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你的智商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的专业性必须要强 你的技术性必须要好 那么你在你跟你的团队 和社会接触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能够去体谅别人 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 这个就需要你的情商要特别的重要 情商和智商 它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要看不同的场合和情况 对 这个是肯定的 如果你是鲁宾勋 你漂流到一个荒岛上 就你一个人 智商最重要 你得学会干这个 学会干那个和野兽搏斗等等啊 可是马克思说 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 你要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难免就要跟个人打交道 那这时候情商 有时就上来了 智商呢 是你做事 智商呢 是你做人 智商决定你是否成功 情商决定你能成功多长久 很多人以为情商啊 就是怎么跟人打交道 谁我也不得罪 拔面玲珑 我跟谁都好 把谁都交下来了 这不是真正情商 人想做点事成功 对有的事一定要冷漠 情商是什么 是平衡你在做人和做事的 规矩和边界在哪 我举个例子 周星驰 香港演员里很多人说的坏话 他这么不好处 那么难受 可是周星驰如果把所有的事 都用到跟这些人出关上 他有今天这成就吗 不可能有 所以这种情商 我认为他高于智商 我们说智商 老天爷给的 有时候你很难改变的 如果你智商不好 我们叫天作孽有可活 如果连规矩都不懂 情商低 那叫自作孽不可活 刚才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嘉宾的观点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不是说苛求 一定要要求哪个更好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鼓励大家 能够树立一种 更乐观 更好 更向上的人生观 谢谢 再次谢谢各位嘉宾的观点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